以西节书 第十三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说预言 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 对那些随心说预言的人说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或在 那些鱼丸的先知 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 以色列啊 你的先知好像废墟中的狐狸 没有上去堵住缺口 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城墙 使他在耶和华的日子来临时 可以在战争中站得住 他们看见的是虚假 是谎诈的占卜 说是耶和华说的 其实耶和华并没有拆遣他们 他们却指望那话 必站立得住 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意象吗 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 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 其实我没有说过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你们说的是虚假 见的是谎诈 所以看啊 我要敌对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的手比攻击那件虚假意象 用谎诈占卜的先知 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 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名册上 也不能进入以色列地 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 其实没有平安 就像有人柱墙壁 看啊 他们倒去粉刷他 所以你要对那些粉刷的人说 墙要倒塌 暴雨漫过 你们大冰雹啊 要降下 狂风要吹裂这墙 看啊 这墙倒塌 人岂不是要问你们说 你们所粉刷的在哪里呢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发怒 使狂风吹裂他 在怒中令暴雨漫过 又发怒 降下大冰雹 毁坏他 我要这样拆毁 你们那粉刷的墙 把它移为平地 以致根基露出 墙一倒塌 你们也要在其中灭亡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要对墙和粉刷他的人 发尽我的愤怒 我要对你们说 墙没有了 粉刷他的人也没有了 这就是以色列的先知 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 见到这成平安的异象 其实没有平安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你人子啊 要面向你百姓中 随心说预言的妇女们 说预言攻击他们 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些妇女有祸了 他们为众人的手腕 缝曲鞋带 替身材高矮不同的人 做头巾 我要猎取人的性命 难道 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 使自己存活吗 你们为几把大麦 几块饼 在我的百姓中 在我的百姓中 亵渎我 对那肯听谎言的百姓 说谎言 让不该死的人死 让不该活的人活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要对付你们 那用以猎取人 如猎飞鸟般的驱鞋带 我要把驱鞋带 从你们的手腕扯去 释放那些 如飞鸟被你们猎取的人 我也必撕裂你们的头巾 借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 使他们不再被猎取 落在你们手中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未曾使一人伤心 你们却以谎话 使他伤心 且又坚固恶人的手 不使他回转 离开恶道得以存活 所以 你们必不再看见虚假的异象 也不再行占卜的事 我要救我的百姓 脱离你们的手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